蛋白质电勇 不同蛋白质的形状、大小、静电荷不同 我们可利用此特性 使用蛋白质电勇技术将不同的蛋白质分离 在固定电场下 静电荷相同的蛋白质 涌动速率与分子大小成反比 分子越大、摩擦力越大、跑得越慢 而分子大小相同时 涌动速率则与静电荷成正比 静电荷越多、跑得越快 蛋白质分子的静电荷受到环境的PH值影响 当环境的PH值上升 蛋白质中的氢离子会解离出来 使蛋白质带负电 而环境的PH值下降时 环境中的氢离子亦恢复与蛋白质结合 使蛋白质带正电 PI值是指蛋白质静电荷为零食的PH值 称为等电点 对PI值为4的蛋白质来说 PH值为40不带电 但当PH值大于40带负电 PH值达带正电 由于每种蛋白质的PI值不同 因此在相同 因此在相同PH值的环境下 所带的静电荷不同 以画面中的三个蛋白质为例 锯丙烯锡锡锡胺胺胶 胶体电荣 蛋白质则可依据静电荷或分子大小快速分离。 NATIVE PAGE 则是在电厂下,使天然的蛋白质于胶体中依据带电性、带电量、构型及分子大小等特性的综合差异而分离。 SDS PAGE 是先用因离子洗涤剂 将蛋白质分子拉开, 并使之均匀包备负电。 因此,给予电厂后,蛋白质于胶体中只依据分子大小而分离。 IEF 是在高压电厂下,使蛋白质于胶体中依据PI值的不同而分离。 IEF 胶体的 PH 值具有连续性差异。 蛋白质进入胶体后,涌动至自己的PI值时,会因不带电而停住。 二维电涌是在进行完IEF 之后,再使用SDS PAGE,将有相同PI值的蛋白质依据分子大小而分离。 目前,实验室最常采用的方法为SDS PAGE。 SDS PAGE 注胶所需要的药剂有, 丙烯锡锡胺,Aquilamine,双丙烯锡胺,Bits Aquilamine,缓冲液,水,四甲基乙二氨,TMAT,过硫酸胺,APS,以及十二碗基硫酸钠,SDS。 在催化剂 TMAT 的作用下,APS 预水可形成稳定的 SO4 自由基。 这个自由基会先攻击丙烯锡胺的双剑,并使它的产物也带有自由基,去攻击下一个丙烯锡胺,触发聚合反应。 而且,聚合后的产物仍然带有自由基,可以继续反应,达到连锁的效果。 同时,自由基也会攻击架桥分子双丙烯锡胺的双剑,使它也带有自由基,进行聚合反应。 当许多丙烯锡胺聚合症长链,长链间又借由双丙烯锡胺交叉链接成立体构型之后,就形成一个复杂的网状胶体结构。 制备蛋白质样本时,会使用还原剂打开蛋白质分子内或分子间的双流键。 在经过SDS及主肺处理之后,蛋白质分子会拉开成线性一级结构,且均匀包备复电。 这时,蛋白质在电场中都会往正极移动。 而且,在同一片胶体中,涌动速率只和蛋白质的分子大小,也就是分子量有关。 分子大的摩擦力大,跑得慢。 分子小的摩擦力小,跑得快。 此外,不同浓度的胶体配方,会在胶体中形成不同大小的孔洞。 胶体浓度低时,孔洞大,适合分离大分子。 反之,胶体浓度高时,孔洞小,适合分离小分子。 SDS Page通常采用不连续胶体系统,利用上下胶的胶体浓度与pH值的差异,产生上胶的胶集效应与下胶的分离效应。 上胶的浓度与pH值都较低,下胶的浓度与pH值则较高。 电油缓冲液中的肝氨酸,Glassene,pH值为5.97。 在pH值8.3的环境下带负电。 给予电场后,Glassene会往正极方向移动,进入上胶。 因上胶pH值为6.8。 Glassene在此几乎不带电,因此移动变慢。 而胶体中的氯离子,体积小,又具强负电荷,移动快。 两者之间因此产生瞬间电流缺乏的现象,迫使蛋白质迅速进入上胶集中, 并在抵达上下胶界线时堆叠成细条带。 此胶集效应让蛋白质在分离前有相同的起跑线,以提高实验的准确性。 当Glassene涌动进入下胶时,会因为下胶pH值较高而再度带负电,并赶上氯离子的涌动速率。 此时,蛋白质样本则因下胶孔洞变小,摩擦力变大而减速,并依照分子大小分离开来。 完成电勇之后,必须进行侦测,才能看到蛋白质。 常见的侦测法包括Cole Massive Blue染色法,以及将蛋白质转印到PBDF膜上,以抗体侦测特定蛋白质的西方印字数Western Blotting。 如图所示,分子量对数与相对涌动距离RF乘反比。 我们可以对照分子量标准品的相对涌动距离,而推支蛋白质分子的大小。 也可应用于比较特定蛋白质在正常、病症以及用药下的差异。 下次要分离与鉴定蛋白质的时候,就带它们去游个电勇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期就会看见! 感谢观看